他只是简单吃个炸酱面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大家都觉得他有病 因为他网面里加了一大勺白糖 又甜又咸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 大爷还一本正经地表示 炸酱面就应该是甜的才好吃 说加白糖是为了健康 这是什么鬼道理 大爷在村里很出名 出门前必须在兜里装几十块糖 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 自己的嘴巴永远不会咸着 随时随地来一颗 他说每天都要吃六十颗 可以说除了睡觉就是吃糖 但糖果只能算是开胃菜而已 又到饭点了 大爷打开了糖罐子 把满满一勺白糖加在米饭里 做了个白糖拌饭 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 他连泡菜都要站堂吃 这谁受得了 说来也是奇怪 每天吃这么多糖 大爷身体却很健康 从不吃糖的妻子却得了糖尿病 真是造化弄人啊 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咖啡消消食 里面又加了八勺糖 搅拌搅拌一饮而尽 就这种喝法 他每天都要喝五杯 算下来一周就要吃掉六斤白糖 这属食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 妻子一直想不通 应该是老伴的糖尿病才对啊 造化真是弄人啊 话说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 大爷轻蔑一笑 说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 十年前就用上了假牙 反正不是自己的牙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黑黑 大爷说之所以吃糖都是为了健康 原来三十年前 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戒掉了烟酒 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 好消息是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 坏消息是吃上瘾了 大爷说自己吃了这么多糖 不仅没事反而还更有精神了 尽管已经八十岁了 身体却很健康 血糖也查了 心电图也看了 还真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的糖尿病 就是血压有点高 总体看来还是糖果影响的 医生说如果能减少糖的摄入量 身体会更健康 不过这建议大爷并不接受 说自己都八十了 活不了几年了 该吃吃该喝喝 自己开心最重要 说完拨块糖放嘴里 潇洒地离开了医院 每天睡觉前 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 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 因为一到半夜 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 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 已经成了一种信号 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 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 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 有多恐怖呢 接着打开了自己路道的声音 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九十分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半夜十二点 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 有多甚人 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 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 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 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 但声音仍然存在 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有人都不敢回家 只能在外面租房住 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 记者拿着路道的声音去找专家 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 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 简单来说 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 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 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 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 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 结果等了一晚上 完全没有声音 大家没有放弃 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 一直等了两天 声音都没再出现 真是奇了怪了 其实我觉得 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 很明显 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 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 大叔每次开车都要先去趟墓地 也并不是他想去 而是导航每天带他去 明明前面就到家了 导航却要求掉头 那行吧 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 一伙人不行来到导航目的地 结果目的地就是一座坟墓 大叔倒也不慌 说这是自己母亲的坟墓 一年前去世的 不过这事还是蹊跷得很 从村子的地图上看 坟墓距离家的位置很近 会不会是导航本身出了问题呢 大家找到维修师傅检查 并没有发现导航有任何问题 大家又测试了其他牌子的导航 结果都导航到了坟墓 导航没有问题 那就很有可能是信号问题 毕竟夹在山沟里 信号肯定不太好 专家也说信号不好的话 导航结果会有一公里左右的偏差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大家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 结果都准确无误地到达 一时间关于灵异导航 街坊四灵式议论纷纷 还有人说是他母亲 对现在的目的不满意 毕竟是走进科学 咱们还是得搞清楚怎么一回事 大家找到了村长 村长说大叔母亲的目的 原来也属于村里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 就被划分了出去 说到这里 大家终于找到点头绪 接着来到测绘局咨询 电子地图上显示 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 现在成了坟墓所在山头的编号 简单来说就是导航地址 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的 看吧 又一次带大家走进了科学 大妈端着刚熬好的牛骨汤进了厕所 直接用骨汤洗脸 她说必须要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 这样对皮肤才好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洗完脸后 她竟把生牛肉当面膜 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 血水还不停往下滴 用完也不浪费 直接吃掉 最急的人是她妹妹 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 看起来像18岁 容易隐来非议 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 去医院检查发现 身体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但她并不在意 反而还让记者也试一试 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 边涂边问记者敢不敢动 完事还让记者尝一口 记者含着生肉 迟迟不敢往下咽 因为每天吃新鲜牛肉开销太大 她没事就要去餐厅打工 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 老板看到也不敢说什么 下班后她来到海鲜市场 这又要干啥呢 只见她选了一条鱼 简单处理了一下 抱起来就肯 不疑会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 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 大家带她来到医院 结果在肠道里 竟然发现了一条长达一里的掏虫 医生及时为她进行了驱虫 还告诫她 为了健康不能继续生吃了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这种会上述的羊拉的食 竟然是当地有名的美食 当地人会在里面加入少量蜂蜜后 用来蘸着面包吃 据说口感纯香浓厚 跟我们吃的麻将有相似的味道 就是这一群会上述的摩洛哥山羊 它们的蹄子分开后 可以牢牢卡在树叉中 站在树上如履平地 山羊上的也并不是普通的树木 而是当地一种非常珍贵的阿甘树 这种树能生存上百年 果实富含维生素液和不饱和脂肪酸 果盒则可以榨咬 手动去皮的话比较费劲 所以山羊上述就扮演了一个去皮肌的功能 不但能喂饱这些山羊 还能省下不少的工学 山羊无法消化果盒 会随着粪便排出 果盒经过山羊的消化后 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味 令当地人神魂颠倒 当地人收集这些粪便 在里面筛选出果盒 经过手动清洗低温烘烤 然后再将其用石墨碾碎 这样就生产出了阿甘油 阿甘油被称作液体黄金 是公认的天然护肤品 还可以作为护发素 能修复受损的毛发 另外阿甘油还是绝佳的食用油 味道醇香浓厚 据说价格很高 大约每升300美元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油 为了大规模的榨取阿甘油 现在都会采用机器榨油 这种方式出油率高 但是会少了一种风味 榨油后剩余的残渣 味道和我们吃的芝麻酱颇为相似 摩洛哥仍会加入少量的蜂蜜 用来蘸着面包吃 如今在摩洛哥的很多地区 仍然可以看到山羊上述的场景 但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和他们合影 但很少能吃到羊屎炸的油了 印度的卫生巾竟然是用香蕉树做的 据说防侧漏的效果非常好 一棵香蕉树就可以生产3000个卫生巾 看完只能说 不愧为印度 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 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 每次采摘完就会把香蕉树砍掉 以促进新芽的生长 这样到了来年香蕉树又可以重新结果 但砍掉的香蕉树被随意丢弃在路边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印度这家公司就想着如何变费为宝 经过不懈的研究 还真研究出来了 不仅可以把香蕉树做成卫生巾 还可以做成各种布料甚至是糖果 下面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香蕉树变成卫生巾的 第一步把树干切成两半 接着工人把树干一层层剥开 随后送入机器进行压榨 这样就留下了树干纤维 清洗干净后 挂起来晾干 等纤维干透 继续把纤维送进切割机 将它们切成更短的纤维 下一步就是将这些碎片 通过特殊的工艺 就变成了类似棉花的东西 然后将这些纤维续送进模具 从模具出来就成了卫生巾的吸水芯 一般情况下 卫生巾是由几层吸水芯组成 这样才能吸收更多液体 用起来也更加舒适 接下来工人给吸水芯加上底膜 这些底膜也是用植物纤维做出来的 然后机器对卫生巾压花 就这样整个成品就做好了 看着和普通的卫生巾一模一样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质检 用红墨水测试吸水性能 测试达标后 就要利用紫外线消毒杀菌 最后就可以进行包装了 甚至连这些包装袋 都是用植物纤维制作的 也就是说 卫生巾的所有部分 都是可以生物降解的 可以有效地减少环境问题